而另外一个观光景点 龟山岛 在昨天有赏金船的游客经过的时候 看到了龟手岩壁突然崩塌 现场尘土飞扬 烟雾弥漫 时间长达两分钟 壮观萤幕让游客是惊呼声连连 也赶快拍下了画面 而风管处表示 龟山岛属于火火山地形风化严重 崩塌属于自然现象 龟山岛又开始盘邦下来了 岩壁冒出阵阵龙烟 尘土飞扬 图示从高处落入海中 游客看到都惊呼不已 这壮观的一幕 也被赏金船的解说员给拍下 发生是在2点40分左右 龟山岛会所探望 14号下午为在宜兰外海的龟山岛 发生大面积的崩塌 风景区管理处也表示 由于它是火火山的地形 因为岩层风化造成崩塌 属于自然的现象 不过这也不是头一遭发生崩塌 早在2016年5月12号 由于宜兰外海发生地震 造成龟山岛的岩壁崩落 同样今年7月23号也发生崩塌现象 不过游客也别担心 龟首是龟山岛风化严重的区域 也因此不开放观光 民众在游岛的同时也能欣赏到大自然的威力 记者李克燕一览报道